歡迎收看環宇全世界 帶您走進全世界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林玲 兩岸大事 國際焦點 帶您深度剖析 打開視野 如果是在YouTube上收看的觀眾朋友 幫我們按讚 訂閱 加分享 也幫我們開啟小鈴鐺 歡迎您在影片下方留言 和我們互動 那首先要歡迎到場的嘉賓 第一位是政大外交系教授 黃潰伯方老師 大家好 以及文化大學新聞系教授 莊伯仲莊老師 很高興來到環宇全世界 退役陸軍少將 栗正傑 栗將軍 易立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首先我們要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原定是8月9號到8月11號期間 要帶領50家的日本企業的代表 他們要到中亞的哈薩克 還有烏茲別克來進行訪問 那還會出席中亞五國的首腦會議 個別首腦會議 過程當中會參與經濟論壇的會議 還有一些簽署協定 那雖然您從圖卡當中看到 現在事發突然 因為出發的前一天 日本宮崎縣發生了瑞士規模7.1的強震 當地的氣象廳就警告說 未來一週可能是會發生大地震 所以岸田文雄緊急取消了 決定要先救災 先暫時取消這個訪問中亞的行程 好 那這是臨時有事突然取消 原本日方已經對外來公佈 說這一趟行程會提供新的貿易保證金 總金額是3000億日元 為期五年 那日本大動作厚厚蕩蕩要帶五十個企業家要到中亞五國 這個舉動呢 橫橫踩到了俄羅斯的痛腳 這部分我們等一下會帶大家來關心 我們首先要先來關心到這是原本呢 是日本中亞在2004年建立對話機制以來第一次舉行領導人峰會 黃老師請教您這背後的動機你怎麼看 我們看到日本這樣的動作呢 好像是很突然啊 但是其實我們如果稍微回憶一下的話 其實日本的領導人岸田展現了他的誠意 也就是他從2022年的暑假開始一個一個去拜訪了中亞五國 他不是一次跑完但他分批跑完 他一直在2023年的11月左右把這五國全部訪問完了 也談好了就在2024年舉行 我們剛剛講了應該要舉行 但是可能沒有辦法舉行的峰會了 所以日本的誠意其實中亞五國也看到了 特別是日本的誠意後面還有他的銀彈公司 就是我提供這些經濟貸款給你 讓大家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這到底背後的意義是什麼呢 我覺得可以分成三點 第一點其實就是很多人都講了 這是日本要減少對於中國大陸還有俄羅斯的能源依賴 所以日本想要從中亞五國下手 其實這中亞五國之外其實還有蒙古 蒙古呢 它也有很多的像銀礦或者是煤礦等等的 而且蒙古也有在中亞來講也有蠻重要的一個戰略的位子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日本希望有自己的一個能源運輸的通路 當然跟我們前面講的減少對中俄的依賴是有關係的 但是通常大家把這個叫成叫做離海通路或離海路線 日本希望可以透過中亞五國的合作加上蒙古等等的 有一條屬於自己日本的經濟能源生命線 那最後一個原因當然就是日本希望透過跟中亞五國 還有蒙古的交流合作繼續推動區域的無核化 因為日本它現在因為二次大戰之後它受到限制不可能成為核子強權 那中亞五國還有蒙古也有同樣的強烈的政治意志 所以日本就拿這個也當成是雙方對話的一個重要的基石 那當然人家會問美國有沒有角色 是 美國當然有角色 日本在一些重要的外交舉措之前都會跟美國商量 所以它跟中亞五國的峰會 當然我剛剛說過不是突然的 但是它要跟中亞五國做什麼 我相信它一定先跟美國商量 或者你要講報告也可以 所以美國也知道 而且它也樂於利用日本強大的經濟實力 去削弱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在中亞的一些地緣政治經濟的影響力 是好 針對這個黃老師剛剛提到說 美國到底有什麼樣的角色 待會我們會請莊老師來詳細幫我們說明 那麼再來看到原本日本政府是有在協調說 要在哈薩克召開中亞五國首次的首腦會議上 推出您從圖卡當中看到 包括了物流順暢化 去碳化 人才培養 這三個領域為主的經濟支援的措施 好 這個動作被解讀是在減少對於鄰近中國 還有俄羅斯的依賴 深化天然資源豐富的中亞國家 好 請教中老師 您怎麼看說日本政府它這個舉動 那美國是背後的英武者嗎 是 有一個笑話是這樣的 他說用戰爭來判斷每個國家的一個屬性 這個戰爭就是美國想打誰他就打誰 那中國則是誰打他他就打誰 那麼英國則是美國打誰他就跟著打誰 至於日本是誰打日本美國就打誰 就是說從所謂的 這算是一個笑話 但是所謂從戰爭的一個發起態勢來看 基本上日本還是美國的富庸 特別是美日安保條約 那在美日同盟的架構裡面呢 又升級為更全面的一個夥伴關係 所以說日本是美國在東亞最扎實的盟友 並不為過 儘管在二戰時代兩國是死對頭 那今天很多人問說 美國為什麼敢放心讓日本勢力進來 其實因為美國跟中亞諸國 有所謂的這個薪酬舊恨 有種種歷史的糾葛 有美國人出變 事情不好辦 那東亞裡面也不可能叫韓國去嘛 更不可能叫台灣去嘛 那日本在政經實力是比較全面的 而且有相關的這個商業集團 商社 製品品牌 比較容易去發展 特別這一次還冠上一個這個去探化 所謂的ESG的一個時代炒酒的大帽子 讓這個行動比較合理化 比較有那個時代價值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 這個中國它也不是軟柿子 也不是吃素的啦 因為這五個國家包含 塔吉克 烏茲別克 哈薩克 吉爾吉斯 還有土庫辦 這五個國家可都是所謂的一帶一路的一個發起國 跟中國的關係非常的扎實 而且是長期的盟友 另外一方面呢 所謂的上海合作組織 上和組織呢 除了土庫辦不是之外 其他這四個國家都是上海 上和組的成員 就好比說今天國民黨跑去高雄 台南 拜會的一些地方裝腳 那是民進黨的一個鐵票區嘛 那國民黨去那邊拜會裝腳 不認為就能夠把民進黨的裝拔掉一樣 所以說美國跟日本有這樣的動作 其實也不足為奇啦 因為你來我往嘛 今天中國都到美國的後院去活動了 比如說在墨西哥成立電動汽車廠 在秘魯呢這個協助建設港口 也想辦法爭取到巴馬運河經營權 那美國跟日本也會心癢癢的啊 這個你來我往我也必須 這個來而不往非禮也 我也必須到你的後院去動一動嘛 才表示雙方能扯平啊 是好我們接下來就來看到他們實際動作 原本呢岸田文雄是要大動作 帶著50個企業家要到中亞 但是現在俄羅斯這一頭強烈的反彈 踩到他們的痛腳 我們來看到這是俄羅斯外交部的發言人 雜哈羅瓦他說在日本試圖跟中亞國家 加強聯繫的背後俄羅斯所看見的 不是所謂的經濟利益 而是由美國政府受益 日本來執行的破壞行動 目的在損害中亞地區已經形成的 對俄經濟關係的體系 並且呢把中亞國家拉向了反俄、反華色彩 還有這個西方的意識形態 那俄羅斯現在其實呢就是已經感受到說 現在中亞五國是不是離他們越來越遠 那針對日本這次提到的 剛剛包括黃老師幫我們提到的這一條離海路線 想請教將軍你怎麼看它的戰略意義 我覺得日本這次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我特別要講 如果說是就全球的戰略眼光來看的話 那以前馬漢提的是海權論 誰能夠掌握海洋 誰就能夠擁有財富 所以我們看到不管是美國、英國 都一直在發展海權 那另外英國有一個地緣戰略學家 叫邁金德 他提的理論是陸權論 他陸權論的理論就是說 歐亞這三個陸塊板塊 誰能夠掌握這三個板塊的中央位置 誰就能夠掌握到全世界 那現在是這塊板塊的中心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中亞五國 也就是說中亞五國是非常重要的 那為什麼邁金德提出來以後 事隔上百年 然後但是沒有一個國家是真的有這個實力 控制這個中亞板塊 因為這中亞板塊這個地方有它的複雜性 第一個來講的話 它資源不夠豐富 然後民族、種族也都非常的複雜 所以這種狀況下不太容易掌握到 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掌握到這個地方 可是我特別要說明 這個地塊來講的話 那全世界各個強權國家來講的話 也是寄予這塊希望能夠掌握到中亞五國 因為它不管 畢竟未來來講的話 當這個以前是靠駱駝啦 現在來講如果說有鐵路發達之後 鐵路也有一種運輸一個很重要的手段 溝通財富很重要的手段 所以說全世界的強權國家 都想要擁有這塊 掌握到這塊這個歐亞、中亞地區的板塊 那我們看到 我為什麼說它是竹籃打死的一場空呢 第一個我們就俄羅斯來講的話 他絕對不會讓這塊他的後院 流入於美日的手中 所以說去年來講的話 雖然說在俄物戰爭開戰沒多久 2022年的時候 哈薩克自己本身發生一場暴動 那這時候誰去幫他平亂呢 就俄羅斯去幫他平亂的 那我們去年看到這個習近平去參加上河會議裡面 特別到塔吉克去 那塔吉克我們都認為是一個 沒什麼了不起的一個大國家 但是習近平去 去對他做國事訪問 習近平跟塔吉克講了什麼話 我們是肝膽相造的好兄弟 所以你就知道說 中國對這個地方來講是非常重視的 尤其是由於這次俄物戰爭 俄國的勢力慢慢退出了中亞這塊地域來講的話 中國趁機已經趁機而入了 我們看到中級烏鐵路已經在這邊開箭了 那這種狀況來講就是我們現在路上所看到的 這條這個動脈鐵路已經 也就是說離海路線了 他到達這個這個離海的右邊這個土庫曼之後 然後後續來講通過離海到達這個塞爾維亞 然後到這邊到歐洲去 其實也就是以前馬克波羅的思路路線 這塊路線 那我個人來講 因為這塊地區來講 目前來講人民的這個GDP還不是很高 他經濟來講還沒有完全開發 但是他有很好的礦產 包括金礦包括釉礦 包括這個天然資源 包括石油天然氣都有很豐富 可是這些東西來講的話 你必須還是要靠有運輸手段 才能夠將它運輸出來 那日本到這個帶著財團到這邊來 當然可以對這些國家的開發有所幫助 那這些國家勢必也願意歡迎 可是關鍵就是說 你這些生產出來的東西 還是要靠入運的手段 才能這將去要有出海口 才能夠將這些的這種開採出來的物資提煉完之後 然後再運送到世界各國去 然後才能夠賺取你的財富 所以我個人來講 第一個在政略上面來講的話 中國跟這個俄羅斯來講 畢竟在這塊已經經營了很久 已經經營了很久 所以說習近平他提出他的一帶一路 所以說海上絲綢之路 那經濟帶就是路上經濟帶 他已經支援 他已經在這地方經營了十幾年 他絕對不會讓這塊已經經營到了成功到手的一個 然後讓給美日這些國家 那俄羅斯來講也絕對不會允許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是日本再次打這個算盤 當然很可能到最後 當然他想說是在中亞地區插旗 有它的影響力 可是我想說在中俄兩大權現在已經背靠背的狀況是這樣 應該不會允許日本或者美國勢力在這個地方有插旗的空間 中美霸權之爭打到海底了嗎 全球有95%的洲際數據傳輸 就是透過海底電纜來完成 所以海底電纜就成了美中科技戰的核心戰線之一 那我們來看到華爾街日報特別用專題報導 說華為的子企業華海通信拉了9萬4千公里的這個海底電纜 再包括了非洲、歐洲、中東、南亞、東南亞等地 有134個已經完成的項目 那按照華為過去的發展 他說很快就會追過很多的公司並且搶走市場 過去在海底電纜的這一塊呢 美國確實擁有全面性的優勢 但是外界也在推測說按照北京呢 一向都很習慣打這種超限戰的模式 華海通信呢透過了政商合作 尤其是您看到跟這個三大國有電信營運商的大力支持 所以它降低了製造還有鋪設海嵐的成本 要用這種掠奪性的定價策略來搶佔市場 好 華老師你怎麼看說這個海底電纜即將成為華為 他們要全新發展的全球事業 這個我們先看更高一層 就是海底電纜到底被視為什麼東西 基本上只要是有一點能力的國家 或有需求國家都把它視為是 國家的關鍵資訊基礎建設 而且它是很重要的一塊 因為剛剛也講嘛 95%是海底電纜在運送資料 現在當然你看到什麼新鏈計畫等等的 但是這個不只是費用高 而且不是每個國家都承擔得起 像我有個朋友在非洲 他因為這個網路訊號不夠 他被迫去買新鏈 一個月在非洲 它的一個月花費應該就是一百多美元 只是新鏈 而且還有那個數據的限制 量的限制等等的 所以它其實不是那麼方便 更不用講說它在這個傳輸過程中一樣 可能會有被截取的可能 對 好 那講回海底電纜這一塊 華為其實它的這個華為 它叫華為海洋通信公司 它現在是全世界應該第三到第四大的 這個海底電纜鋪設公司 而且它搭配著華為的5G的技術 所以這個海底電纜跟5G的技術 還有它相關的這些基礎設施 程式等等 如果是一套模組的話 其實一直有人在講 萬一美國全面的抵制華為的5G 跟它的盟友一起的時候 華為或許可以發展出自己一套 華為自己的5G加海底電纜 還有它整個軟硬體整合的系統 那這時候你用華為 特別像譬如說非洲的一些小國家 你繼續用沒有關係 不用擔心美國要求你去買 美國的那個比較貴的東西 這個是當然沒有發生 我們不知道 華為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呢 華為不會告訴我們 但是確實是美國擔心的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從2012年開始 已經處處在防止華為 取得比較重要關鍵性的 這些海底電纜的鋪設 有成功的有失敗的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沒有時間細講 但是很明顯就是說 現在衛星還沒有辦法取代 海底電纜的這個時候 如果華為它自己可以有個 自己的體系 然後它的成本又低 再加上華為 像美國懷疑的 如果它可以有自己的海底電纜 訊號傳輸的監控設備 甚至在必要的時候 讓訊號可以反傳輸回去 必要的時候 美國會擔心 但是美國擔心人家 是為什麼 因為美國自己知道自己也做得到 然後它還有它自己 像海狼級的潛艦 當然俄羅斯也有啦 他們可以接近海底電纜 據說可以截取電纜裡面的一些 相關的數據傳輸 然後大家都害怕對方 會這一招 所以美國千方百計 阻擋華為 但是華為現在的 海底電纜的事業 它從亞非歐等等 處處下手 我看美國現在 沒有辦法 即時的防治 說到美國的行為 我們再來就要看到的 就是Google的這項計畫 Google在今年的4月 宣布一項10億美元的計畫 說要打造兩條 連接劇本、關島和夏威夷的海底電纜 那這項計畫 還是由岸田文雄跟拜登共同宣布 傳出說本來有一條要繞過香港 但是美國覺得有問題 所以到了台灣菲律賓就停下來 看起來像是形成一個 海底的電纜工房站 那另外全球最大的再生能源和書電計畫 終於獲得澳洲當地的重要環境批准 以4300公里長的海底電纜 將澳洲豐沛的太陽能力呢 穿過了印尼輸送到地下人稠 比較需要綠電的新加坡 好我們回過頭來要聚焦的 就是這一場海底冷戰開打 海底電纜成為了現在 美中科技戰的核心戰線之一 好 詳請教一下 莊老師你怎麼看說 Google的計畫 現在是不是已經觸發 這深海裡頭的美中對抗 這個深海裡頭的美中對抗 有人把它形容為一個隱形戰爭 抗亂戰爭 有人把它形容成是數位時代的冷戰 各位知道在二戰以後 全球主要國家分裂成共產跟民主兩個陣營 一個是蘇聯為首 一個是美國為首 展開對抗 那我們數位時代也有可能類似這樣的冷戰 不過很多人對於海底電纜還是很陌生 因為都認為 現在不是5G時代無線通訊嗎 為什麼還要海底電纜 事實上呢 以我們台灣為例 連外的海底電纜就14條 也就是說我們每天這邊5G的無線通訊 但是我們連到國外 不管是網路購物或是觀看影片 還是必須透過海底電纜來 所以在去年5月發生了這個 中華電競的兩條電纜被扯斷 馬祖斷網事件 當地的這個馬祖的朋友 就整整50天上網非常辛苦 直到跑去圖書館利用公家網路資源 因為那個政府還有微波備員來協助他們 熬了50天才勉強過去 所以不只是這個美中對抗 其實在我們國內也有很多人在探討 萬一哪天台海發生了軍事衝突 這麼不幸的狀況 那這些海底電纜 會不會優先攻擊的目標 在所謂超限戰或不對稱戰爭裡面 優先被斬斷 來影響到國家資訊基礎建設 那當然從此進一步來發展 也就是說美國跟中國方面 在這方面的角力也是非常的一個劇烈 那當然在川普 美國總統川普時代有一個乾淨網路政策 所謂的Clean Network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要經過美國政府認證的廠商 它辦法不同項目有不同的認證 總之不管什麼項目 不管什麼廠商 都要美國政府認證 才能參與過這個電纜建設 基本上是把華為排除在外的 主要有兩個理由 一個是國家安全 也就是所謂資訊安全的顧慮 另外一方面呢 只是商業理由 因為要棒打出頭鳥吧 今天華為是這個排名第一的 首屈一指的中國廠商 把它打壓 然後避免衝擊到國內廠商 所以明目上也有可能資安 但事實上可能是商業考量 總之這個隱形戰爭 或數位時代冷戰呢 我們不容輕忽 不能因為我們看不到 就不認為它的存在 是 其實呢 海底電纜這個行業的技術門檻很高 那建設難度也很大 只有這個美國 日本跟法國 擁有比較完整的產業鏈 所以過去市場上 就是被這三國的 這三家公司所掌控 那眼前美中交鋒的戰線 延伸到海底 美國為了防止大陸竊取數據 所以呢 現在海底的電纜要去中國化 好 我們要請教立將軍 你怎麼看說美國的這個擔心 聽說海底電纜會被中國的維修船來造氣呢 我首先說明一下海底電纜 對我們人類有多重要 我們都知道中國有一句話 叫做要致富先造路 這邊路是什麼路呢 我們以前講的路是鐵路 這個海洋的運輸 空中的飛機 然後油管的運輸 還有這個就是管線的運輸 就是油管的運輸 運輸石油 其實我覺得這五種路之外 現在最重要的是網路 也是一種路 未來的世界可能誰能夠掌握到網路 你才能夠掌握到人類的這種科技跟資訊 來講的話 如果現在萬一一旦沒有網路了 那我們人類生活可能跟現在來講 會變得天翻地覆的改變 就像莊老師所講的 上次馬祖因為斷網 那時候不管旅遊業想要訂房間也沒辦法訂 然後金融業也所有訊號全部斷掉 那時候確實造成馬祖很大的困擾 那我們從這件事情來看的話 你要知道全世界現在來講的海底網路 總共有40條 然後有多少呢 有130萬公里長已經鋪設了海底網路 雖然說我們講說是這個5G 可是我們的5G信號只是到我們一個基地台 從基地台到國外的基地台之間 還是靠海底網路在傳輸的 那我們台灣現在來講 我特別要講 這個我們雖然說 大家都以為說是有衛星 你知道海底網路跟衛星的這種運輸量差多少嗎 差的是一千倍 也就是我有一條海底網路的染線來講的話 我的這個傳輸的數據的數量 是天上衛星的一千倍的速度 那我們台灣有算過 如果說萬一我們台灣海底染線 這個都被切斷來講的話 我們有曾經想要學 烏克蘭嘛 就是馬斯克提供我們這種 心電衛星 要120顆以上 才能夠取代現在的傳輸量 那事實上是不太可能做得到 所以海底染線在未來世界是 在未來的這種科技通訊來講 是非常重要 因為包括到醫學啦 包括到金融啦 包括到傳輸啦 甚至於旅遊啦 各方面來講 你可以說現在沒辦法斷掉這種網路 我特別要提醒除了馬祖之外 大家記不記得在上次 在前兩個月 胡賽組織因為跟這個 協助這個加薩走廊的反抗 就是他們把紅海 經過紅海地方的海底染線切斷了四條 那時候也是造成全世界一片混亂 還好那時候因為海底染線 有透過別的染線 阿拉伯那些染線或印度的染線 然後把它轉接過去 後來再把它修好 當然海底染線有它的優點 但是有它缺點 缺點就像主持人剛剛所講的 它的經費非常的高 它的難度也很高 事實上不是很容易的 那講到難度 我特別要講一件事情 華為它現在 它的傳輸的速度 是這個法國 Nokia的這種 我講一個數據 它傳1.2T來講的話 它傳3000公里 然後Nokia只能傳180公里 所以未來的這種傳輸能力來講 華為是遠遠遠超於 Nokia的傳輸能力 好謝謝三位專家精彩的點評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